此神躲猫猫第一轮开始 贝尔救命黑暗魔王 我们要躲在哪里呢 我躲回家 不可以 只能藏在教室 可是教室里这么小 根本就没有我们可以躲的地方啊 教室里任何一个地方 你们都可以藏 那我还想躲进温宁盒里呢 贝尔躲藏成功 这样也可以 距离此神大宝抓捕时间 还有20秒 请尽快躲藏 请尽20秒了 我们要快点了 我要躲在哪里呢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躲在黑板上 我躲在刀子上 还有10秒钟 10 我躲在哪儿呢 有了 我躲在扫巴上 3 2 1 小甜心们 我来了 让我看看 你们会躲在哪儿 不要发现我 在桌子上吗 我打 没有 太近了 真是迷得太近了 难道在椅子上 不要啊 我应该不会 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好险 就在椅子上 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熊妹 跟我走吧 熊妹淘汰 剩余三人 四神躲猫猫猫第二轮开始 四神还有30秒到达教室 太可怕了 还好我没被抓住 这次我们躲到哪里好呢 我躲在书包里 那这次我躲在窗帘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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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 我躲在水杯上 二 一 四神大宝来了 小甜心们 我又来了 不要发现我们 我猜 你在黑板上 没有 还好我从黑板上下来了 还挺会藏 那就是 什么事 也没有 四神大宝 剩余抓捕时间 还有十秒钟 就是十秒了 他们到底在哪 伙伴们 你们说 他们是在水杯上 书包上 还是窗帘上的 是 在水杯上 发送一一 在书包上 发送二二 在窗帘上 发送三三三 不要 伙伴们 不要发送三三三 我在窗帘上 伙伴们 不要发送二二 我在书包上 伙伴们 不要发送一一 我在水杯上 伙伴们 都在发送一二三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 我知道了 原来窗帘上 书包上 和水杯上 都有人了 可惜 我只能带走一个 窗帘 我打 什么远啊 跟我走吧 为什么要选 唱脸 我乐意 死神大宝 你招不到两人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 和你一样成为死神 你要选择谁呢 我 大宝选我 我跟上到死神了 选我大宝 我可聪明了 能帮你招更多人 好究竟呀 我要选谁 进我们死神阵营呢 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选白雪 白一一 选熊妹 白二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哦 下期更精彩 猜猜我是谁 我住在地上 我住在树上 我住在土里 我住在河边 我住在海边 小妹你知道我是谁吗 真是太简单了 而且你已经住在河边的十二地上 你是西瓜 第二你已经住在苹果树上 你是苹果 恭喜你答对了 大宝住在土里 你是土豆 天魔王住在河里 你是脸柔 要将该住在河边 当然就是海蛋了 恭喜你答对了 下面进入第二关 猜猜我是谁第二关 猜有关食物的名语 麻屋子 膨胀子 里面这根白胖子 我知道 是花生 大本大堆了 就是讲了你的花生 太好了 我喜欢吃花生 下一题 鼻屋生的真奇怪 要你长出胡子来 把这胡子拨开看 露出牙齿里排排 玉米 吃玉米 黑暗回答撞起 这是你的奖品 耶 太好了 身体长又长 彩花黄又黄 脸蛋像太阳 脸蛋像太阳 脸儿香又香 皮香也可爱 兄妹回答撞起 奖品给你香一可爱 哈 太好了 我要拿回家 让妈妈给我炒干净去 我也好想要奖励呀 牛角怪 咱们要努力答题了 我知道了老大 你去看我的吧 红灯了 黑灯了 红灯了 无照明 小孩上前咬一口 辣的咧嘴 叫出声 我知道 吃辣椒 辣椒有红的也有绿的 唱起来很辣很辣 答对了牛角怪 奖励给你辣椒 太阳了 我最喜欢吃辣椒了 正好可以放到菜里 下一题 一顶小伞 留在冰中 一旦撑开 灿难收拢 这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这是蘑菇 森林里最多了 我天天都能见到 回答中起 黑暗魔王 这是奖励给你的 可食用的蘑菇 但是 有的蘑菇是有毒的 可不要随便吃呀 我知道 妈妈说过 不认识的蘑菇不能吃 只能吃在菜市场 买回来的蘑菇 下一题 黄金布猫银条 中间我弯了头翘 我知道 是香蕉 我最喜欢吃香蕉了 大宝 给你香蕉 远看马脑子溜溜 近看珍珠 眼溜溜 掐它一把水溜溜 咬它一口酸溜溜 葡萄 是葡萄 我也喜欢吃 肉答对了 给我葡萄 大宝 花生 香蕉 葡萄 你都喜欢吃 什么是你不喜欢吃的呀 坦定没有 肉大宝是个吃货 我没说对了 我什么都爱吃 那我出一个谜语 看你能不能打出来 看看是绿的 打开是红的 切实是甜的 吐出是黑的 这也都爱解答了 是我最爱吃的机构 你这不什么都爱吃 看来 什么都难不住你嘛 那这个谜语 你们能猜出来吗 幼儿不怕冰伤 长大露出孤芒 老奶粉身碎腹 依然邪白无声 这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带来五十只笔 不错 进去吧 我带了一百只笔 很好 我带了两百只笔 贝尔太优秀了 我带了两只笔 不可可 不准进教室 我的头发里放不下那么多笔子我爸 嘿嘿 做点假饭就好了 怎么样能做点假饭啊 有闪这边吧 对啊 我们帮你一起做 太好了 我能进去上课了 老师 你看 我带了五十只笔 可以上课了吧 啊 我的假饭 一只笔也没有 不准进教室 用假发也不行 我怎么才能上课啊 大宝 你还是去买瓶强力收发剂吧 好吧 老板 我要一瓶强力收发剂 一千通话币 这么贵 不行 我得赶紧去上课 给你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 老师 这下我都上课了吧 一千只笔 大宝是最厉害的 快进去吧 哎呦 踩到头发了 我受伤了 大宝 你得在床上休息三个月 不能去上学了 不行啊 我好不容易才能进教室上课的 怎么回事 上什么课要带那么多笔 我去找眼镜老师 眼镜老师 什么课要带这么多笔 你看大宝 为了带笔长这么长头发 还摔了一跤 我们上的是书法美术课啊 需要铅笔毛笔水彩笔 蜡笔钢母元素笔 小朋友 你们说上书法美术课 需要带这么多笔吗 小朋友们都说不需要 老师 你让我上课吧 哦 你不是眼镜老师 你是兄弟老板 我 我 是你们眼镜老师生病了 让我替代他上课的 上厅老板 你怎么在这里 眼镜老师 有人假冒你 你为什么要假冒我 我想让小朋友们都买点笔 所以才冒充你的 什么 保安 把他送到管理局去 耶 贾老师终于走了 我终于能进去上课了 大宝 你的语文作业呢 没学 数学作业呢 英语作业呢 都没学 没学 就不准上书法美术课 我要进去上课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我们下期再见 我吃蛋糕 我吃火腿 我吃鸡蛋 我吃铅饼 牛角怪出牌错 我不能抵向 牛角怪 怎么办 我不玩了 这个游戏只有四个人 才能继续下去 牛角怪走了 我们和谁玩呢 快 我有电话 我来打给我的朋友们 喂 谁呀 奥妹 是我 大宝 你快来找我玩游戏吧 不行啊 我妈妈现在不让我出去 哦 好吧 那拜拜了 这下可好 找不来人了 大宝 你给熊妹打 熊妹肯定会来 好 喂 熊妹 大宝哥哥 怎么了 熊妹 快来玩游戏吧 我们三缺一 好嘞 等我 看吧 我就说熊妹肯定来 我来了 熊妹 你终于来了 我们可以开始吧 嗯 我吃书本 我吃橡皮 我吃文具盒 熊妹 该你了 好 我知道了 这是小小乐游戏 只要跟他们说的是同一类的 就能下电 我吃书本 长高小厨 熊妹你太聪明了 这么可就知道怎么玩了 小意思 那我们开始下一轮 我吃臭豆腐 我吃臭绝鱼 我吃臭榴莲 都是臭的东西啊 臭的还有什么啊 熊妹你快点 知道了 我吃臭腕子 长高小厨 臭腕子 这个也可以啊 熊妹 这有你的 白雪姐姐 这个游戏太难了 我不想玩了 那好吧 熊妹走了 又少了一个人怎么办 我还要继续玩呢 别吵心 我再叫个人 喂 黑暗魔王 来玩游戏啊 不玩不玩 我玩游戏老实说 哎呀 玩游戏哪有不输的 你快来吧 好吧 你们等着我 我来了 你们玩的什么游戏啊 不难吧 不难的 黑暗魔王 这是你的位置 好 开始了 我出牙刷 我出牙膏 我出牙背 我 我出香脏 好够小厨 不错嘛 黑暗魔王 继续加油 嘿嘿 没香脏才正了 我出迪迦奥特曼 我出小猪配琪 我出行的 我出 我出黑暗魔王 成功小厨 哈哈 我又答对了 只有你的黑暗魔王 而且 我要给你换位置 我要站在第一个 好吧 那我跟你换 我先来 我出石头 大巴 给你了 石头 知道了 我出剪刀 那我出物部 什么 石头剪刀部 那我还有什么可处的 你们喘烂 不是我们说的题 黑暗魔王 你怎么回事 石头剪刀部 只有三个的 但我这就没了 我怎么回答 我说的是石头 只要跟石头是一类的 就好了 我也没说要玩石头剪刀部 好吧 那是我误会了 那和石头属于同一类的 有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肯定知道吧 快发送到评论去告诉我